潮水退了 没有穿裤子的就会露出来 昨天的现象 正好应验了这一句 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话 那其实整个藻礁 大概每年 能够退到两公尺以下的低潮 不会超过十天 那昨天呢 大概是这一段期间呢 可以退得最深最远的一天 所以我们选得非常的好 这个选得好 其实就是台湾呢 要把真相呢 告诉我们台湾人民 就是藻礁要告诉我们 台湾应该要有一个新的思考 这个思考就是 如果政府呢 并不想好好的 要保护我们的海洋 保护我们的环境 他们就会不断地用谎言堆砌 来欺骗人民 但是潮水退了 他们的谎言 就会被拆穿 昨天就是非常具体的拆穿的一天 那我们也在 12月1号 听到曾文生部长说 他们实际上呢 只影响了0.4公顷 他指的是 因为他有提到 七个战桥 实际上战桥的面积 合计起来 大概只有0.4公顷 但是他不说的是 这0.4公顷 要把它做下来 做好 也就是这个桥墩 不可能是从天上飞下来 就直接插在里头的 他要做这个桥墩 他就必须要先做 所谓的临时战桥 各位现在看到的这些图片 就是他的临时战桥 打下去的钢桩 这些钢桩都非常无情的 直接就刺进了 我们的藻礁的身上 这样他们说 这个不影响 因为这个未来会拿掉 我不知道一根 一根剑插到你身体 以后拿掉了 对你的身体有没有影响 所以我现在发现到呢 整个行政体系呢 因为蔡总统说了一句 三尖没有盖在藻礁上 然后呢 我们曾次长打脸了之后 他们开始一路用骗的 我们的苏院长 他说是盖在礁石上面 他不再说是藻礁 我们的王美华部长 干脆把藻也拿掉 礁也拿掉 说是盖在岩石上 太荒谬了 真的是太荒谬 行政院长还说 前面曾文生部长讲的那一个 有0.4公顷的那个讯息 打脸蔡英文 是假讯息 我不知道我们这个社会呢 行政体系里面的高官 可以用这种方式呢 来欺骗人民 他们好像在传达一个讯息 说说谎没关系 敢硬凹你就会赢 这是一个非常不良的示范 我们的国家呢 能够继续往前走 靠的一定是诚信 靠的一定是真相 如果领导人以下呢 我们看到的政府官员都是用这样的态度 在做示范 我们这个社会会往什么方向走去呢 我非常的忧虑 那我也知道他们最近呢 就公投的部分呢 开始打了另外一个策略 他要鼓励大家如果搞不清楚 你就不要去投票就好了 他们现在不断地在强调 因为藻礁呢 是非常的专业 但是选项呢 你只能选同意和不同意 其实你可能会因此而受骗 最后呢 就鼓励大家不要去投票 他希望呢 降低投票率 让这个公投不会过 所以我在这里要呼吁 政府 不要用这种愚民的方式 我也请我们媒体朋友呢 帮我们大力的分享 我觉得真相和谎言之间呢 是这个国家能不能往前永续 发展下去 非常重要的关键 如果这个国家的领导者呢 一直是用谎言的方式在领导国家 我觉得最后呢 会牺牲的就是那些弱势者 还有不会讲话的土地 民进党上台了之后呢 我们发现到 环境 人权 都在倒退走 所以我呼吁我们所有 全国的选民 在这一次的 公投过程里面呢 运用你的智慧 好好的思辨 看看哪些是真相 哪些是谎言 最后做出 我们对下一代最有利的抉择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